这就是天鹿城 太宏伟了 虽然你说 做不到用外力去加过这城中大镇 但既然来了 不妨和我一同去看看 那是一定的 当作长长见识也好呀 我去说一声 的确是非常精妙 这里 难道自从大镇建成之后 就再没有重新修筑过 自然不是 只不过无论怎样 我们都会保留住法镇的官要之处 今时之先 上前下宽 我确实还远远不入 都没办法想明白 这其中的官窍 当然也就谈不上加过法镇 时宜时宜 能够找到懂得镇法之术的皇帝后人 已是难得 岑姑娘 你不必太过见怀 那我 还能在这里多看一会儿吗 我想花时间研究一下 这有什么不可以 王上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们的客人 我让侍卫们 跟在你的身边吧 若是晚些时候 你还想去大镇的其他地方看看 他们也可以带你过去 那真是太谢谢了 如果我有了什么心得 一定会记录下来告诉你们的 是在看这儿的风水 光明也和天鹿城 原本应是肃杀之地 镇法的这一番布置后 却可以说是生机不绝 虽非天成 却又浑然唯一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大家了 我 终究还是帮不上什么忙 天鹿城的大镇 无名之地的那个法镇 都不是光凭仔细看看 就可以参透的 要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说不定得花上几年 十几年 此道是微 无人指点也无人探讨 想要精进 自然是难上加难 你不用安慰我了 就算早生个几千年 我难道还能和皇帝比肩 不过 我也不会灰心就是了 能够亲眼见到这样的法镇 已经是天大的好事 要是这辈子 能把祖宗留下的残卷 补上些东西 我就很知足了 等以后有空了 你可以来这儿待上一段日子 慢慢走路 真的吗 对天鹿城来说 也是好事 谢谢 我肯定认真钻研 绝不会偷懒 好事 什么事 我肯定认真钻研 好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